YOYOYO 你給我一個豆角悶麵好了 哇悶麵給大家看一下細節 跟我以前在江蘇的早餐的河南悶麵不太一樣 哈囉大家好我是好A 歡迎大家來到好A的頻道 錄製這條視頻的位置是好A在北京市豐台區光柴路 這條街是光柴路 直走就是石榴莊地鐵站 然後在這邊打算吃這家田老司燒肉 好A在大陸這邊生活應該已經是7到8年左右的時間 2015年的4月5號 那時候第一站就是在上海這邊 來大陸這邊這麼久了 就很少很少在外面吃外面的類似盒飯這種的 只有我開始拍攝視頻之後才開始在外面吃吃喝喝 眾所周知大家都知道我其實只是一個就是拍攝生活日誌的一個小小的博主而已 平時就是主要是以玩為主 但是現在就是最近就是大家比較喜歡看我談戀的這個視頻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外面盡可能就多吃 那今天的話就帶大家去吃這個 田老司燒肉 那我想這邊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波音這條視頻的時候是在2023年的1月3號左右 先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已經跨年跨過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OA在台灣的時候 其實小時候就有一個想法 就想說很奇怪 為什麼一個年要過兩次你知道嗎 因為小時候我們會去台北的101 跨年晚會台北101會放煙火 對吧 從101過那次年之後大家說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結束之後 又過了大概一兩個月吧 或者說一個月 或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又到農曆年了 農曆年一到的時候 大家吃團圓飯的時候又再說一次新年快樂 所以感覺好像每年都要說兩次新年快樂 這感覺有點怪怪的 但是我來到大陸這邊生活之後 就是大家對這個跨年好像比較沒那麼的感興趣 要感興趣呢 可能就是跟好A比較類似的這個年齡層的小夥伴 就是比較年長一點的人 可能比較沒有興趣 因為大家的傳統思維都是過農藝年 對吧 那無論如何 大家還是好A還是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在大陸這邊 基本上呢 從過年的前一兩個禮拜 不在外面打工的他們就回家了 他們所謂的這個年呢 可能就是過年前的兩個禮拜 然後除夕夜 除夕夜完了之後呢 又過了這個元宵節的樣子 過了那個吃湯圓的這個日子之後呢 才算過一個年 所以在大陸這邊過年的這個時間點 是算是還蠻長的啦 所以我可能會接下來的這個視頻裡面 都跟大家說一下新年快樂 廢話一點多 我們就進去吃田老師燒肉吧 走吧 這家田老師燒肉應該是蓋膠飯啦 然後好A說實在的 是 投一回吃 找到一個靠窗比較好拍攝的這個位置坐下來 打開大東點評發現他們家的評分不是很高 我主要是看不是看評分 我主要是看他們家有沒有什麼特價的這個菜點 但是呢看起來好像是沒有 好我們去點餐 你給我一個豆角燜麵好了 一個豆角燜麵來吃 啊對豆角燜麵在這邊吃 給我吃我的 好 你把我送過去了嗎 還是我自己來拿 稍等下又有 好好謝謝 點了一個豆角燜麵啊 我感覺他們家主要還是這種外賣會稍微多一點 看一下他們這邊的一些餐點 剛剛點了一個豆角燜麵 因為我看豆角燜麵15塊錢還蠻便宜的 原本想要吃一下紅燒肉的 但是紅燒肉24塊錢 這個套餐24 我們之後再吃吧 好吧 因為我之前視頻裡面跟大家說我其實還蠻喜歡河南的燜麵 但我印象中不知道是不是豆角燜麵 我們就先嘗嘗看 看看是不是我之前在香醋吃過的那個味道 這是我的麵啊 這邊有勺子 筷子 加一點辣油 這些應該夠了 分量感覺不是非常多 加一塊這個有放辣椒的那一塊那麵嗎 嗯 嗯 再吃一個豆角啊 跟我以前在江蘇的這個 早餐的那個 河南燜麵不太一樣 還蠻燙的 說實在這吃起來有點像是 房山那邊 村裡面吃的那個 很像那邊的炒麵 真的蠻像的 我打個燈好了 嘿嘿 開了燈了啊 這一盤15塊錢 說實在的我覺得 嗯不合算 因為它分量沒有很多 就這一點點麵 然後再加上那個 豆角 我不知道上面是不是加沙茶醬 類似沙茶醬的東西 燜麵的那種口感就是有點 它不水 它乾的 那也沒有說很乾 帶一點油 有點鬆鬆的感覺 我之前在江蘇吃那個河南燜麵啊 就路邊攤在我們工廠旁邊擺的 一份的話也賣不貴 就蠻便宜的這樣子 我吃的不是很多次 我印象中 就對它的這個麵條 我記住就是他們家的這個河南燜麵很好吃 但是呢 我已經有點忘記那個味道 是不是我就跟我今天吃的這個 是不是一樣的東西 但我覺得今天吃起來 我是覺得不太像 之後要是有機會再回到江蘇 泰昌的那個場子那邊 去找以前主管 吃個飯還傻的什麼的 經過的時候 再看看他們家還在不在 不過應該很難啊 應該沒什麼機會 一開始看到這個份量就覺得 比小巧失望 吃起來的話也沒有覺得 太多獨特的地方 上次在路邊攤吃的那個炒麵 12塊錢的 份量比這個多多了 裡面又有 豆芽 又有包菜 又有 雞蛋 還有韭菜等等的 反正就是 蔬菜蠻多 不推 但是 之後再嘗嘗看他們家的飯吧 豆角 最後一點嗎 吃完了 吃完了 東西都拿了 出去吧 哇塞好難的推哦 沒吃飯啊 推不動 我稍微看了一下他們家的這個裝飾哦 還有貼了一張就是 成為會員的 充會員你充100的話呢 多給17元 多給17元的話 我感覺應該算是打個8折吧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家店還是有做營銷活動的 所謂的營銷活動就是說 不像是路邊攤那種一槌子的買賣 對不對 路邊攤不可能說 你買50 給你送5塊 的東西 比較少啦 有沒有 我可能是不太知道 應該是比較少 但是像他們這種的話 店鋪的話 可能就會鼓勵大家 衝錢進去 然後成為他們會員 然後給你打一點折 那意思就是說呢 中間的這個 額扣的水分很大 因為我以前在 開店的時候呢 多多少少都會用一些手段 營銷的方式呢 然後讓 讓大家 買我們家的店鋪的東西 很多人點外賣的時候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看一下優惠力度大不大嘛 所以優惠力度大一點的 相對來說就比較容易影響 靜電率等等的 就是一些技巧啦 一些 也不要說騙人的技巧 就是一些引流的技巧 好 那今天吃這家田老師的這個紅燒肉呢 說實在的 點了一個豆角麵麵還蠻便宜的 這圖便宜嘛 吃完說實在的沒吃飽 就是一般般的那種感覺 然後滿足感呢 也 沒什麼滿足感 就感覺 就非常 懷念那個 路邊攤的那個大哥炒麵 接下來的話 還會盡可能呢 帶大家在 各地遊走吧 然後去吃一些好吃的嘛 希望可以吃到好吃的啦 所以呢 北京這邊的小夥伴 就是你們可以跟我推薦一些 現在 連鎖店也可以啦 連鎖店你們要是想要推給我 哪一家店 類似這種 蓋膠飯激烈的啊 中午能吃一點 然後吃滿飽的這種 你就可以推給我 那今天這期視頻就簡單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吧 喜歡好威的小夥伴 你可以幫好威點五個讚 你如果還想看到好威持續的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哦 祝大家平安順心 祝大家好好吃飯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是好威 感謝你 也是換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 掰掰